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怂恿的 而且给您安的罪名就是通共 干得好啊 要不是你当初把我赶下台 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没想到高先生这么坦荡 跟周淮海之流真是不一样 以前是一样的 甚至更坏更小人 想当初汪先生从河内逃到上海 是我亲自到码头把他接来的 他怕军统再追杀他 我就依不解带地在他御所前 守护了七天七夜 把他感动了 他让我当了中央委员 还出任过财政部长 后来又当选了省主席 现在想起来是感触良多啊 有句话叫浪子回头经不换 不过您就没有想过要去投靠重庆吗 重庆的大腿粗 很多人都是争先恐后的去报 我已经报错过一次 不想再错 既然如此 您已经下台了 可是为什么 又要回来做这个秘书长呢 他应该知道啊 帅飘 你我就不要说破了吧 哥大哥 苏元有事找您 想跟您谈谈 这是市政府的花园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 好 好 请 吴委员 你不是被日本人软禁在苏州了吗 怎么 他们把你给放了 日本人不放我 我还等着你来救我吗 那我下半辈子也指望不上呀 五毛 倒茶 接风洗尘 好 这不过看起来他们对你不错 身上一点皮外伤都看不出来 养得细皮嫩肉的 细皮嫩肉的是一态的 少说这种不咸不淡的话 告诉你我早就从苏州出来了 我还回了一趟重庆 我收到了委员长的重托 我眼下是以国民党中职委和组织部副部长的身份 回上海全面负责敌后工作知道吗 临行前你的代局长同我谈了几件事 其中就有严加对共产党的防范 我感到奇怪的是 怎么目标任务到了你这就走样了吗 什么走样 日本人还在我们的国土上 到底谁是敌人 你难道不知道吗 在重庆 在上海我都分文 你和共产党之间有故事 有故事的人 党国多半是指望不上的 来人呢 把他枪下了 谁这么敢 死马老弟啊 这些年你在上海辛苦了 得找个地方让你好好歇歇反省一下 这是你的代局长的意思懂吗 快走 快走 高老哥 您看这个地方怎么样 环境真不错 有什么事 请说吧 高先生 你身为政府委员 是政府秘书长 又是周华海的心腹 应该能够知道很多机密 没错 但是自从汪精卫死以后啊 周华海 已经跟我疏远了 这个原因 岁盆应该知道啊 到吧 好 原因呢 就是因为汪精卫的死 我们提供的噩耗太多了 他不是病死的 而是被吓死的 我听说被裁掉的十个保安团 全都编进了周华海的睡镜团 开到沪宁县一侧 对新四军进行骚扰 他不是没钱了吗 他哪来的军饷养这些部队啊 嗯 其实啊我也怀疑这个问题 周华海不可能自己掏腰包 也没听说他有额外的裁员 除非啊他听重庆养丁 因为这些军队都是对付共产党的 日本人也就听之认之了 这种事情啊 光推断是不行的 得要有证据 否则的话 他倒倒一耙 你就说不清楚了 据我所知啊 周华海有一个清道计划 可能跟这个有关 但是这是个绝密文件 谁也没有看到过 我可以去了解一下 对了 军统的司马空他能看到 只要找到他 找他是不行了 老郑 高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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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吴在先关了起来 刚才五毛来找过我了 所以我就过来了 高先生 这件事 需要你帮忙了 老郑 你和高先生 你们俩认识啊 当然 我们早就认识了 他一下台 就看清了汪伟的本质 他跟其他高官不一样 他选择了延安 想办法找到我们 他出任伟政权的秘书长 也是我们给他的建议 我说呢 您一直让我叫您大哥 原来咱们是一家人 龚哥 嗯 画画里跟这儿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我本来是想给吴在先他们画一副裙像 可这画来画去觉得 他们的根儿都是一样的 只是面目有所不同而已 哦 画吴在先啊 吴在先哪有他好看 应该再画丑点 来 喂 拿去 给吴委员长看看 让他好好地欣赏一下 不是 龚哥 吴在先跟周怀海上去天赋楼吃饭去了 他们又要搞什么鬼啊 吴委员 这是我拟定的青道计划 就是启用税警团 保护沪宁县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全 速清新四军及其共产党的势力 一旦形势有变 可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及其各大城市 确保等待国军的接收 哎呀 周院长太好了 这番青道计划太重要了 我会马上陈报给委员长的 吴委员 这是文件的正本 请吴委员一定要妥善保管 副本嘛也只有两份 一份在我家中 一份在我的办公室里 此文件如果泄露出去 让共产党知道的话 不光影响在乎我 也会影响到崇敬和蒋委员长的 哎呀 周院长啊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你是担心在军统的内部 放心吧 我不用电查而是派专人前往重庆 我向您担保 只有委员者和代局长 才能够看到这份青道计划 至于上海的军统内部嘛 啊 司马空已被我关了禁闭了 哎呀 此人对我们有偏见 在上海多次跟共产党联手 吴委员此番举动 让我大可放心的 不瞒你说 这个人是代局长的亲信 行为方式有些嚣张 嗯 行了 不谈此人 来 吴委员 请等一下 嗯 这是一份清单 上面有石涛的山水画 张善子的蒙虎侠山图 以及汉玉手镯一对 价值连城 是我等给吴委员准备的见面礼 还请您小拿 哎呀 周院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 气感气感哪 让您破费 周院长啊 真不好意思 这样吧 您把那些人叫来 我找个时间好好地训他们一份 然后将他们的名单上报给重庆 算他们正式归队了 将来我委员长的麾下 也就都成了自己人了嘛 哎呀 如能这样真是太好了 他们就在楼下 我把他们叫上来聆听您的教诲 来来来 谢谢吴委员 请谢谢 哎呀 周院长啊 您的盛情款待和精美的礼品 本人是心里神会 哪里哪里 还望吴委员 在委员长面前多多多美言呢 我们大家伙全都仰仗你了 我会把你们的敌后 是如何从日本周学的英勇事迹 向重庆方面上报 哎呀 真是 我展望了 吴委员长 重庆电报 吴委员长 重庆电报 尽管告我的这儿 周院长 本人怀有功务 就先告辞了 啊 后悔 好 出生事了 院长 哎 高秘书长来找您了吗 没有 怎么回事 哦 她到您的办公室 去找那份清道计划 说是柴山司令要的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 就来给您汇报一下 柴山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啊 走 你给我到险兵司令部去的 看看怎么回事 是 周太太 高秘书长 你来了 请坐 好 谢谢 高秘书长 你来得正好 我请人到杭州林影寺 帮我测字 带回来一个 懂字 我看了半天 也没弄明白是什么意思 你是个大才子 你能帮我破解它 算算我的胸疾吗 我试试看啊 懂字 懂字拆开 就是千里草 周太太 恐怕要去远行吧 要去有草的地方 真是奇了 我正是要去日本 陪汪太太 接汪先生的灵救 我大概要去 多久回来 回来 回自口中医院 你这次去 用不了多久 大概一个月之内 就能回来 真是太神了 我预定的时间呢 刚好就是一个月 你真是个大神仙 真是太神奇了 周太太过奖过奖 这只不过是个 测字游戏罢了 我是有点急事来的 院长有个文件 清照计划 释放在家里保存的吧 他让我来取 说是有急用 他办公室不是有啊 怎么到家里来取啊 你说有急用 有什么用呢 是这样 院长和吴再仙呢 在天赋楼吃饭 要把文件呢 交给吴 可是这个计划里的数字 有些错误 需要修改一下 但呢他又不好 离开饭桌 这事呢 又不能让别人知道 所以他让我来 至于您说 办公室里那份呢 是在他的保险柜里头 保险柜还有别的文件 他怎么能随便 让我接住呢 可既然是这样 他为什么不事先 打个电话回来呢 天赋楼哪有电话呀 就凭我和院长的关系 他不叫我来 还能叫别人来吗 这倒也是 那你先坐一会儿 我上楼去给你拿 好 那谢谢周太太了 走 将军 周院长急匆匆地 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不是将军叫我来的吗 我是要找你 你说 汪主席的灵鹫回来 你把他安排在上海 还是南京 这件事情啊 我们遵从汪主席的遗愿 安放在了南京中山林旁的梅花山 啊 将军找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吗 还有别的吗 我是说 您有没有打电话要文件什么的 我没有要你要文件 也没给你打过电话呀 将军 您不是给高秘书长打过电话 要过清剿计划吗 我有事情 从来就直接找周院长 我干嘛给高秘书打电话 高中早是什么意思 这小子图谋不鬼 李 李美少 你赶紧回办公室 看他在不在 我马上赶回家去 是 小妮 对不起 告辞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 高秘书长 来 你看看是不是这份文件 对 就是它 我马上给院长送去 哦 我先接个电话 你好 这里是周公管 我是杨秋慧 哦 吕秘书啊 你找高秘书长啊 他在我这儿呢 文件 哦 那份文件 我已经给他了 你说什么啊 你说什么 喂 吕秘书 他人不见了 他把文件也拿走了 这可怎么办呢 夫人 夫人 老周啊 老周你可算是回来了 吕秘书打电话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问你 高中早和人呢 走了 文件给他了吗 他说是你派他来拿的 我当然给他了 我就接个电话呢 公布他人就不见了 这个怎么办呢 他不会走远了 来人 马上派人去追 必要的时候全程戒严 就是挖地三十年 把他给我挖出来 是 你 把这件事情 马上报告给吴伟人 让他也想想办法 这件事情事关重要 是 你可真糊涂你 他是你的人 我被他给骗了 我真是瞎了眼了 他这背后到底谁在指示他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他们 不然 不然 如果这背后是共产党的话 那可就糟透了 我跟重庆方面都会有大麻烦了 死马老弟 死马老弟 你敢背着我给重庆发电报 什么叫背着你呀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系统 怎么 又回复了 重庆回复上海的行动 由我来顶的 在背后捣鬼的人 不会有好结果的 好像没说 军统的行动也由你来负责 你连这个都看不懂 你连这个都看不懂 伤害的一切我说了算 你要是不服 就不可能从这出去 吴委员 吴委员 什么事 周华海刚派人来报 清道计划被高正道骗走 很急 什么清道计划 我可以告诉你 是周华海提出了要和重庆方面联合反共的计划 要是被泄密麻烦就大了 你去告诉周华海 我会让军统配合他 把高正道海对峰青道计划找回来 是 慢着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无权指挥军统的行动 我也不可能让我军统的人陪你去给周华海当狗 你最好说话方尊重点 我对你不尊重怎么呢 啊 怎么呢 老子的上海卖命 你们再和我正在大台 你们这些人 都是用老子的血养活的 你也不好好掂量掂量 又没有良心 你最好少跟我说良心的事 我过得巧比你走的路还多 好 怎么意思 空哥 他要干什么呀 去盯进他们 一定要保证书院的安全 放心吧 这是周华海投告重庆的计划 如果日本人战败 他就把所有的税警团和伪军 改编为终于救国军 归代理统一指挥 等待国军到来 同时阻拦共产党新资军 接近沪宁县 作战计划都拟好了 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裁撤调的保安团 军饷都是由重庆提供 为什么 这就是防供 他们早就在传一条扣子了 这是铁的证据 高大哥 你能拿到这个文件 太了不起了 我是从洋秋汇这儿弄到的 再说我跟他们家来往很密切 他们也不防着我 你刚才可真选哪 我刚一出门 周淮海回来了 我开车赶紧就跑 他肯定已经发现什么了 高大哥 上海不能待了 你必须赶紧撤离 外面风声很紧 街上到处都是便衣 分不清是军统还是周淮海的人 都是要抓你的 高先生 你以为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 我也接到新四军的电报 欢迎你到根据地区 我们会派人送你过去 这份文件 请你亲自转交给新四军 事不宜迟 你现在就得走 雪飘 我走了你怎么办 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吧 我的战场在上海 你放心吧 我有办法应对 不好 不好 欧京 外面发现很多刑细可疑的人 欧京 他们来得好快呀 弟兄们都听好了 高正道就在里边一定要抓住他 待会听我的命令进去 遇到反抗的击毙 懂了吗 是 是 快快快 你们先走 我来掩护 不行 老师 你是共产党领导 你们撤 我丢下来 你们赶快撤 吴宰仙在这儿马上就冲进来了 你们从这个门走 除了我们没人知道这个门 我妈怎么回事 别问那么多了 洞堂可有辆车 顶上有周海发的同行证 能保你们出城快走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哎呀兄弟们 谁他娘的给的警报 你们搞错了 这根本就没有人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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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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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敢拿枪来威胁我 吓死我了 我告诉你 重庆来电 让你马上回去上个的一切 全部交由我来负责 你这一去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呢 别 别 别 我发过誓 谁杀了我 我会让他血债血肠的 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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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弟兄 劝刀我树下 你 你不要威胁我 你这一切也想回不来呢 走上去啊 你 混蛋东西 高正道投向了光明 就等于是 在敌人内部扔下了一颗炸弹 这份计划到了共产党的手里 就抓住了重庆方面的把柄 他们和汉剑的勾结 就不得不收敛了 高大哥真是功不可没啊 我现在担心你 他走了 你怎么办 老板 给我挑两斤鱼 越小越好 好嘞 人家买鱼都买大的 你怎么买最小的 这是道具 高大哥没有让我去州府 是故意把我摘开的 现在它安全了 我也就可以回市政府了 但是 我不能拱着手回去 这些 是送给周怀海的 你一定要小心 那我就不陪你去了 有什么事 赵峰公园老弟房间 对 放心吧 住院 我会小心的 走啊 李秘书 你到哪儿去了 院长正在到处找你呢 别提了 秘书长非得请我钓鱼 我等了他半天他也不来 你别说 我今天收获还不小 一会儿啊 挤鱼炖豆腐 你还挤鱼炖豆腐呢 我跟你说 高正道他背叛了院长 已经逃跑了 院长为这事正在生气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快走吧 快走吧 好好好 将军 东京来电 美军已于今日早上 登陆菲律宾 并炸毁我们千余架战机 我军的空中力量损失殆尽 同时美军向硫磺岛 冲冲岛 发起了进攻 大本营 已经做好了战火 会烧到日本本土的最坏打算 同时中国战场 不要再说了 将军 中国战场上我最清楚了 每天收到的都是坏消息 你说 以我们的国力和财力 还能支撑这场战争 有多久 不会超过一年 不过 大本营已经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战斗到底 绝不会向同国屈服的 当初发动这场战争 绝对没有想到会有金 日本国民要受苦了 将军 您这是多虑了 我刚刚收到消息 周淮海的秘书长高正道 已经叛逃了 现在他正动用所有的特工力量 追捕他 同时军统也全力配合 他们这是公开的办勾结在一起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他们是在防供 目标跟我们是一致的 停止任职吧 废物 一群废物 军统抓不到人 你们也凉手空空吗 我们搜了全程 还是没找到他 我们还在 还在找他 还在找他 黄花菜都凉了 进来 月亮 确定 您找我 你还敢回来 高正道到哪去了 是不是偷共了 我不知道啊 我刚才跟李秘书已经说过了 他跟我相约钓鱼 我等着他半天他都没来啊 钓鱼 钓什么鱼啊 在哪儿钓鱼 赵峰公园的湖边啊 您看 这是你钓的鲫鱼 你撒谎都不会 赵峰公园里 只有鲤鱼和金鱼 我看你们俩分明是一伙的 来人 把他拉出去 枪毙 是 你笑什么 什么意思 院长 您去过赵峰公园钓鱼吗 您都没去过 您怎么知道那湖里就没有鲫鱼呢 吕秘书跟秘书长也去钓过鱼 你在那湖里钓上什么鱼 我跟高秘书长 钓的好像也是鲫鱼 是他找我去的 跟我没关系啊 别着急撇清关系 我就问你 湖里到底有没有鲫鱼 他已经说有了 你的意思是 他把你织去钓鱼后 就跑到我家了 他去您家了 我这还真是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一个人钓了一下我的鱼 回来以后啊 因为这两条鱼 被你杀了 这都说鱼死的冤 我看这钓鱼的人啊 死得更远 先把他放开 我可以不杀你 但是有件事情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那次你们到医院去向汪主席汇报 指使汪主席病情加重 这是不是他指使的啊 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他是您的嫡系啊 我是您收编来的 我连保命都来不及 你我敢胡言乱语吗院长 既然如此 你没必要留在我身边了 浙江的丁主席 需要一个懂财税的人 你先到那边工作半年 替我把浙江的税负收上来 收不回来 你不要回上海 明白 我尽力而为 书远 我一直很担心你 接到你的电话才放心 怎么 周淮海要派你去浙江 就替他收钱 说白了 就是想把我支开 我没说什么 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老郑和高正道 已经到了根据地 受到了新四军的热烈欢迎 那份情报真的非常重要 已经转去延安 我们在重庆 会想办法跟蒋介石进行交涉 看他怎么自圆其数 他们的河流 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 日本人自顾不暇 他们就蠢蠢欲动 对了 司马空他已经到了重庆了 他先是和吴再仙打起了官司 为此 代理还狠狠地骂了他一通 可是他在上海里的功劳 实在是太大了 军统也不好处分他 所以就他挂起来 让他做个闲人 我们俩还真是同病相怜 我这次去浙江啊 也是被挂起来 也是个闲人 不过我相信 我们闲不了多久 日本人气数静了 很快就要完蛋了 好 我在上海等你 等着我回来 没想到这一期就是八个月 我没有见面了 是啊 八个月了 周怀海给我的命令 是不拿到钱不能回来 我就给他磨洋工啊 这几天丰盛不对 浙江省的主席 丁墨村都留回上海了 所以我也就打道回府 我弄了几箱黄金 已经通过水路 给西四军运回去了 我们都知道了 老振还在等我吗 回去再说 好 八路军 星四军 及其他人民军队 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 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 及其走狗 实行广泛的进攻 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 夺取其武器和资产 猛烈地扩大解放区 缩小轮陷区 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 成百队成千队的声容 加入敌后之敌后 组织人民 好 修园 小票 快来听听 快快 这是毛主席在延安 发布的对日寇最后一战 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 消灭敌人 凡此一切 都是为着加强我军 对敌人的进攻 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 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 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 已经到来了 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 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怎么样 听了 日本人快要完蛋了 看来大家都迫不及待要出手了 你从重续回来了 好久不见 我送命回来协助协收上海 你怎么也敢这个时候回来了 见到周花海了吗 我刚下船 还没见到他 为什么这样问我 八年抗战 大家都付出了很多 快要熬到胜利的那份喜悦 这我能够理解 但是 有些坏人 摇身一变就成了好人 老子心里不舒坦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这不是在你们的包庇下 才有可能发生的吗 老子不包庇罕奸 但有人这么干 他把老子架空了 好多事瞒着我 而且接受了我的手下 怎么 对你们那条战线 不满意 那你有没有想过 加入共产党 真真正正地 为老百姓做点事情 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需要一样东西 只有你能拿得到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 放心吧 我等会儿就去市政府 坏人一定会得到惩罚的 五毛就是死在这儿的 我发故事 杀他的人 我要血债血偿 他说了这么多 到底是什么意思 天就快要亮了 就怕天亮之后 还是乌云蔽日 他跟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tasting欢乐 走 你会一切 你会皮静 逃不长 你会输不值 当心烈到来 你会 笑容依然在我心中 荡漾着对你无限眷恋 无眉的意外都在整齐冬夜 在我心中只有你的容颜 我怎么会忘记这一切 你对我情真一切 我的思念像流星跋涂一空 穿过黑夜回到你的身边 我的喜悦让恒星照亮夜空 天人之间带你回到我身边 我的思念像流星划布一空 穿过黑夜回到你的身边 我的心悦让恒星照亮天空 天人之间带你回到我身边 天人之间带你回到我身边 美丽的夜心雨绵绵 飘落着我想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